製作桶, 当然流水了 这部机, 为什么会有一个洞呢? 因为一个很聪明的上手, 在这里就自己硬砍了一个洞 这部机的机顶, 被装修佬封了一条槽 旁边又封了一条槽, 变了这个面盖是完全拆不住 想通过池水后, 唯有洗盲波 在池水洞的位置, 自己硬强调烂两个洞来弄烂 上次呢? 去年 去年 你这个这么难弄, 不出绝招也弄不住 每年通一次, 那个当然要出绝招 这些东西是难弄, 是吧? 正常方法是弄不住, 当然要用特别方法 这条超长水喉, 是用来洗冷气的 不过现在, 洗冷气少做了 那用来通去水喉, 就一流, 刚刚好 不过呢, 要另外, 加多两个啞嘴, 搭到花灑 那里, 不用带加加泵 就这样吧 只用花灑的喉用来通, 都够用了 这个嘴用来插一条三分软喉 这次就不用自己又吹又拙 开个水制就可以了 我要去隔, 然后线着 就不用煎洗干, 夏拇散 你会觉得自己是闹给呢 但是,如果是icação的, 这个就会更好 内容 und会给你材料 左边就是纸, 橘纸, 橘纸 在纸上外面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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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隔 费 梆 把下肣 дел 和平本来面前面上下和一 Kit 放入冰箱 掛牆分體冷氣 左邊和右邊都有去水洞 如果裝機的師傅沒有改位 一般來說是在右邊 但如果師傅改了位 他會把右邊的去水洞的位置側去 把喉舌搭到左邊 而這部冷氣的去水洞 就是改了左邊 所以左邊有一個洞 右邊有一個洞 要兩邊的洞都試過 才知道真實的去水喉搭到哪裏 這次是真實的灌水 如果長灌水下去 大約3至4分鐘 就應該 什麼都沖乾淨了 適合到尻尾 豬頭的去水洞 洗得乾乾淨淨 非常暢順 現在 比較暢順 連一下兩邊 遮醜糕藥 拿起來 夾上兩邊隔沉網 應該可以撐多數一年 那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